天气温度实在是非常的冷 但是中山高192公里的地方 这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车祸 这个重大车祸呢 结果在现场因为撞击力太大了 结果货车一死两伤 我们看现场最新的消息 救护车到车祸现场 要将受伤男子赶紧送往医院急救 这起车祸发生在中山高192公里处 这台北上再满纺织原料的货车 原本行驶外侧车道 途中因为左前轮突然爆胎 加上车速过快 失控撞上内侧护栏 货车车头全毁 还造成车上乘客一死两伤 当时紧跟载后的轿车 为了闪避前方车祸跟着撞上分割岛 不过司机却毫发无伤 只是回想车祸发生当时 轿车驾驶还是心有余悸 他10公尺的话我真的就跟他直接撞上 就跟他拉下去了 我大概就不行了 所以给你 命是捡回来的 我觉得真的是命是捡回来的 国道警察获报后随即赶到现场救援 而这起车祸意外造成一死两伤 现场一片混乱 车流严重回堵 确切造势原因还要等警方厘清 中天新闻陈梦辉一张话采访报导 而台队市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